咔嚓咔嚓來到香港 跟隨電影變形金剛的早步 來到取景地 我背後的住家 密密麻麻的 這邊也被稱作是怪獸大廈 若不是抬頭還能望見一片天 整個壓迫感有然而生 強烈的壓迫感 彷彿要被怪獸吞噬 這邊1960年就開始蓋 但因為發展商失蹤 成為爛尾樓 後來分拆五棟相連 寸土寸金的香港 國宅街的密密麻麻 當然裡面居民也是滿滿滿 因為有很多的居住需求 所以對於香港人而言 也會比較願意去選擇 相對比較便宜 或者是說居住環境 比較不好的一些當房 一型樓群的怪獸大廈 實在太夯 原先公告禁止拍照 但止不住源源不止的旅客打卡 於是大家很有默契 安靜下來感受拍照 因為這邊算下來住了上千人 你能想像嗎 一個獨立單位 還會再被隔城三房 俗稱當房 狹小空間一床一櫃 一桌大約一坪多 房租也要上萬塊 另一頭中環站高樓林立金融重鎮 但無餐時段百里街上 還是要來排隊買兩頌飯 什麼是兩頌飯呢 就是這樣 像是兩種配菜的飯盒 我點了油機 蒸蛋店家給了超多飯 在這邊已經是小夠短碗 這樣要34港幣 大約台幣100四左右 十點多就陸續有上班 獨称空檔來買 畢竟物價這麼高 能省則省 香港兩頌飯就像是台灣自助餐 但基本就是自選兩樣菜 加大份量的白飯 在這邊越來越受歡迎 方便吧 怎麼說 對我來說就是方便 評價快速 但隨著食材漲減速政策 兩頌飯其實年初漲過價 雖然香港政府開始反貧困行動 但也間接透露出香港居香港生活 真的不容易 TVB的順許家瑞臨 香港才能報仇